Amanda老师 哪些星座的小孩 特别让父母伤脑筋 今天从星盘当中的太阳月亮 跟上升星座这三个部分 来看看哪些星座特质的孩子 真的容易让父母伤脑筋 首先第三名就是有落在 巨蟹座的孩子 因为情绪比较容易起伏不定 我们先讲很多巨蟹座的孩子 乍看之下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好贴心的孩子 他好像什么事情都 自己可以做好 也会照顾弟弟妹妹 这种互动都很好 乍看之下都没有事情 可是如果你比较仔细去观察 巨蟹座的孩子 基本上他是很没有安全感 而且非常敏感的 也就是说有时候 跟父母之间的互动 自己没有留意到的时候 其实对巨蟹的孩子来说 其实影响会很深远 我举例来说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客户 他已经三十几岁了 然后他是巨蟹座的女生 他就说他从小就觉得 他的妈妈是不爱他的 然后所以他跟他母亲之间 有非常多的一些议题存在 那当然经过讨论 我就说你回去回想 你从什么时候 开始觉得妈妈不爱你 他就说他印象很深 有一次就是 他跟他的弟弟一起在家里 等着妈妈回家 妈妈一开门之后 妈妈先抱了弟弟 后来才抱他 他就觉得妈妈是爱弟弟 胜过我 然后就衍生为妈妈不爱我 你知道那可是后来 我们再进一步讨论 他再认真回想 为什么妈妈先抱弟弟 是因为弟弟跑得比较快 离妈妈比较近 其实可能对他的妈妈来说 其实他并没有去分别对孩子的爱 可是对巨蟹的孩子来说 他们就会很敏感 很多小事情他们会走心的 他也很奇怪 他也不当场说 不会 他还自己渐渐把心门关起来 对 关一辈子 到妈妈最后老的说 妈妈你为什么不爱我 妈妈说你疯了 对 对 他自己苦了一生 可是对父母来说 他就会觉得 我跟这孩子怎么好像互动 总是隔了好几层的那种感觉 那我的一个小小建议是说 如果你的子女是有巨蟹座的话 你至少可能找机会让子女知道说 不管你做了什么 妈妈会骂你 妈妈可能会处罚你 可是妈妈永远爱你的 就是说这个事情要很明白的 让他们知道 让他们有安全感 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名呢 如果是有落在水瓶座的孩子 因为很有主见 而且其实真的脾气 对某些父母来说真的不好 我们这样讲 如果自己身为父母 我们是这种90后 00后 就是1990之后出生 或是2000之后出生的父母 比较会跟水瓶的孩子互动了 可是如果我们出生的这个年纪 是在1990之前的话 其实很多父母会觉得 水瓶座的孩子 我真的不知道 他的脑袋在想什么 然后呢 水瓶座的孩子有时候 他们今天可能会说 妈妈我觉得你做的这个咖喱饭 真的好好吃 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爱的咖喱饭 那父母一听 当然会觉得说好啊 那隔两天我再做一次嘛 同样的材料 同样的口味 可能水瓶座的孩子说 妈怎么又吃咖喱饭 真的我觉得 这辈子再也不想吃咖喱饭了 就是说他们有时候的思绪 是比较跳跃的 那对比较传统的父母来说 会觉得说 那这样子我不知道 要怎么跟孩子互动 第一名呢 如果我们是有落在 双鱼座的孩子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拖拖拉拉耶 对父母来说 这个孩子好像 我真的是说一声 他才会动一下 有时候真的是 有一点点太懒散了 小乖的儿子也上榜了 我们讲 真的 其实对于双鱼座的孩子来说 真的在小时候 有时候你进入他的房间 很像父母到了一个寻宝的天地 你知道就是 进他的房间 你会觉得什么东西 好像每一天进去 那个位置摆放都不一样 或者是明明妈妈我帮你把衣柜都整理好了 隔个三天 我还要收了衣服 要去放的时候 哟怎么完全都不一样了 就说对于双鱼座的人来说 他们比较是那种 真的没有太多的这种整理归纳的能力 那这样的特质 对很多父母来说 尤其是特别比较传统的父母 我在强调 他们会觉得很伤脑筋的 所以跟双鱼座的孩子相处 有时候我觉得基本上一些生活上的原则 真的还是要规定好 要跟他讲好的 可是你知道像小乖你说 你看你的儿子女儿 双鱼跟巨蟹都是水象星座 小乖自己太阳射手 然后月亮是水瓶座 其实而且像小乖你今天因为在节目上 你讲的时候当然是比较特殊的例子 但是我听到的一个内容 我觉得你跟你孩子的一个互动 你比较会是用一种责备恐吓 有没有就是我没有听到你有任何鼓励孩子的部分 那我不知道你在实际生活当中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会有 大部分当然就是睡觉 眼睛背起来都会说我好爱你 但是醒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蛮爱面子 不太会讲 对好 然后因为你看为什么会这样特别提示 你的孩子都是水象星座对不对 其实基本上那种情感方面 对于爱的一个需求其实是还蛮强烈的 可是如果你平常你又有恐吓他们 责罚他们比较多 睡前你才说妈妈其实很爱你 其实对小孩来说 我觉得他们感受到那种父母的爱 其实妈妈的爱有时候会觉得他们也会很疑惑 那我的小小建议是说 比方说一样小孩子可能不洗头好了 那你与其去责备他说 你为什么不洗头 你这个会有什么蟑螂啊蚂蚁出现 你不如在他哪一次真的洗好头的时候 你就抱着他说 我觉得你今天头发洗完这个香喷喷的 真的是妈妈好喜欢这种感觉 你这样就是比较正面的去鼓励他 对 夸奖他 我觉得可能也说亲子互动方面 会有一些转环的 提供你参考 这个我就问黄月水老师 面对从小就很叛逆的孩子 我们这个身为父母的我们可以怎么做 你要高兴你生到聪明的小孩 对 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要这样子的 鬼灵精的小孩 但是就是因为父母是一面镜子 刚刚小乖自己承认说 你千万不要跟小孩子说 他不乖 我不爱你 我跟你说 我为什么先歌颂说 现在这样的小孩子是聪明的 因为我也是属于聪明的 我小时候也离家出走 不过是不是五岁 我是六七岁的时候 其实大概七岁八岁 我妈妈 我爸爸风流 所以外面有外遇 所以我妈妈生气的时候 我们就骂我们 就说你是你爸爸跟谁生的 你是我弟弟 你是谁跟你爸爸跟谁生的 都有名字什么 比如阿贵 阿米 阿姨 这些东西 然后就打我们 我们那时代就像陈老师说的 就是打着教育 后来有一天 我就召我弟弟跟妹妹 但那时候还没有下面那些弟弟妹妹 我就先召这两个 我的罗罗跟她讲说 我们不是她亲生的 我们决定离开她 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养母来打我们 我们就约好 十年 二十年后 我们长大了 在我们的新云火车站见面 结果你知道我外婆跟我们住 我外婆什么都不讲 就打电话去跟我妈 我妈在跟人家打麻将 她就说 不管你输赢 我看黄太太你赶快回来吧 你亲生的儿女要出去养 找他们的母亲 所以我看你要回来 求你一下 当然回来又被打一顿 可是就是说 我的经验就是说 千万不要跟孩子说 你是不是垃圾堆捡来的 孩子会当真 因为孩子唯一能够依赖 在童年越小的时候 越依赖的就是父母亲 所以父母亲任何讲的话 都要经过大脑 不要用他的情绪下去讲 所以我是认为说 跟孩子讲话的时候 都要用比较科学的 不要用夸张的 小乖你想想看 你现在跟你孩子七岁的小孩说 他头上会长蟑螂 我跟你讲 这完全不合我科学 他只要到一个年龄 他只要去问他老师 或者查一下 头上因为一天不洗澡 会长蟑螂 他就从此瞧不起 你说什么他都不相信 所以我是认为说 他真的很聪明 讲真的没有用 不可以 也不能把孩子随便 像他就说 他爸孩子 他把他一丢 小孩子就走了 真的会这样子 可是你要设计好 你不可以这样 放一个那个幼小的孩子 自己下楼 你甚至应该就是要告诉 楼下如果有管理员 就是说我的孩子会下去 你把他看着 我马上下来 跟着下来 你绝对不能就这样子门关 就放他走 我那个小孩子到现在都一样 他们现在都为人父母了 可是他小时候的时候 我就出去 礼拜六 礼拜天要出去购买 我就跟他讲说 这是楼下楼 只能看不能买 就是只能看不能买 小朋友一定都说好 都说好 他爸爸一定配合嘛 所以就看到一个娃娃很漂亮 我就看我女儿在 我已经叫他哥哥妹妹都要走了 只有他 我那大女儿 哥哥下面那个女儿就盯着 那个橱窗里面的玩具跟他说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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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不能买 我只能看 我真的很爱你 就在那边 我跟他说走了吧 走了吧 我说你再不走 我们就把你丢下来 他还是不理我 还是在那边 我真的很爱你 可是我不能买你 丢不丢 我就隔壁刚好开银行 那银行是我常去的银行 我就跟那个警卫 所以那个时候 菲律宾治安不好吧 所以警卫都有带枪 都有守着警卫 我就跟他讲说 在那个橱窗那边是我女儿 但是叫不来 所以我要让他找不到父母亲 可是我躲在银行里面 所以让他在叫的时候 你把我看着 不要让他乱跑 我就会出来 嚇他一次 对 果然没有多久就听到那边 阿爸 妈妈就叫 连他哥哥妹妹的名字都喊出来了 就像他真的失火一样喊得很大 我让他喊得大概有一阵子了 他又不知道跑到那儿去了 我才跑出来 从此以后没有这回事发生 每次我们出去说 走了 他走第一个 我儿子带饭 没有吃完便当 我跟他说 妈妈菜超不好 妈妈检讨 但你两件事情 生病我们看医生 菜不好 妈妈检讨 这两个都不是 非洲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都有人饿死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所以我隔天三次以后 他没有便当没有吃完 那时候我家里有佣人 我就跟他讲说 他回来除了水以外 谁敢给他东西吃 或者同情他给他东西吃 他是我儿子 血缘关系不可分离 你是我的员工 你立刻走人 你们做选择 结果果然我就听到 那个他跟佣人说 他好饿 佣人就说 给你水 给你水 结果我就一直等... 等到他们都是九点半 就一定要上床睡觉 结果到十一点的时候 他偷偷摸摸起来 要开冰箱的时候 也还不断点灯 我把灯一打开 我从来还没有看过 有人可以下到泥地的 就是我儿子 撞到 彈起来了 然后就不知所措 我没有骂他 我问他说饿了吗 他说对 我说我跟你用一个 那个铭鱼三明治 然后配个牛奶好不好 就不敢看我的脸 就点头好了 结果吃得精光 我把它弄好以后 我只敢丢一句话 记得把碗洗好 灯关掉 从此以后 我儿子现在三个人 我们全家他吃得最干净 小乖你有学到吗 学到了 学到了 来... 这小乖的儿子 比较高拐 又聪明 对 又很会想着双鱼座 比较让他伤脑筋 然后女儿是巨蟹座 就比较贴心 对 对不对 所以说 年轻人你在迷惘吗 听我一句话 少奋斗三十年 让老师帮你持点迷惊 从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主 跟着心向趋吉必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运好好玩的 大师帮你算命吗 详情请上 点书官方粉丝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